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蕾羊妈妈 那今天我们要阅读的这本书呢 就是这本《我想要爱》 小熊机敏孤零零地住在山顶上的一个洞穴里 他很小的时候,妈妈就不在了 后来有一天,爸爸对他说 孩子,从现在开始,你要独自生活了 你要相信,靠吃山洞附近的野果也能活下去的 祝你好运,我的孩子 说完,爸爸就走了 只留下了一顶帽子给鸡女 机敏一天天长大 一个春天的早晨,机敏望着一望无际的大草原 看见不远处,山羊妈妈正在温柔地舔着她的小宝宝 对于机敏来说,这真是奇妙的一幕 她忽然觉得心里空空的 仿佛弱,仿佛破了一个大洞 她抬起头,对着蓝蓝的天空大叫 啊,我也好想 有个人来爱我呀 机敏戴上帽子 满怀着对爱的渴望 出发了 她要去寻找爱 机敏还不习惯出远门 走了一小时后,她有点累了 就在一块岩石的后面坐了下来 突然,一只老土拨鼠,气盛气息地从她身旁跑过 一只老鹰紧紧地追赶着她 机敏冲到老鹰面前,张开大嘴,怒吼一声 老鹰害怕了 收起了她的爪子,灰溜溜地飞走了 老土拨鼠感激地看着机敏说 真是个帅小伙儿呀 这么高大,这么强着 为了感谢机敏 她今天准备了一顿美味的饭菜 第二天,第三天 接下来的日子里 老土拨鼠每天都会为机敏做好吃的饭菜 机敏好开心 她和老土拨鼠快乐地生活在一起 她叫她小奶奶 她觉得没有比这更合适的称呼了 天热的时候 小奶奶就用大象耳朵那样宽大的树叶为吉敏擅风 轻轻地从头到脚 反反复复 当吉敏累了的时候 小奶奶就为她洗脚 晚上睡觉前,她还会为吉敏讲许多好听的故事 一天,他们躺在阳光下休息 小奶奶睡着了 再也没有醒过来 吉敏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她 摇晃着她的身体 可她仍然像块石头一样 一动 也不动 吉敏把她抱到一棵大树下面 用树叶轻轻轻地盖住了她的身体 吉敏伤心极了 她从早到晚守候在小奶奶的身边 一天又一天 什么也吃不下 一天晚上 吉敏感到身边 暖融融的 她睁开一只眼睛 看到一只小兔子 正依偎在她身边取暖 到了早上 小兔子就不见了 第二天夜里 小兔子又来了 可是到了早上 她就又溜走了 从此 吉敏每天晚上都在期待小兔子的到来 她好喜欢那种 柔和温暖的感觉 终于有一天 小兔子流了下来 吉敏叫她 小可爱 因为她想不出 比这更合适的名字了 吉敏为小可爱 准备了 加了花瓣的土豆泥 还用野花煮汤 给小可爱喝 为了不让尖尖的岩石 划破小可爱 细嫩的小脚 吉敏总是把小可爱 扛在自己的肩膀上走路 吉敏努力回忆 吐蜗鼠奶奶 给她讲过的故事 然后再把这些故事 讲给小可爱听 小可爱 享受着吉敏 对她的疼爱 渐渐地长胖了 皮毛也变光亮了 明亮的大眼睛里 总是闪烁着幸福的光芒 可是有一天 小可爱遇到了一位 漂亮的兔妈妈 她跟着兔妈妈走了 吉敏到处找她 一天又一天 从日出到日落 一直走到了草原边 吉敏多么希望能够 再见到她的小可爱呀 可是小可爱 再也没有回来 冬天到了 大雪纷飞 吉敏回到了山洞里 把自己缩成了一个圆球 藏在角落里 她要开始漫长的冬眠 春暖花开的时候 吉敏醒了过来 她好想念小奶奶和小可爱 她又一次感觉到 自己的心里 好像破了一个大大的洞 她戴上帽子 又一次出发了 吉敏朝着一个从没有去过的山谷走去 不然她听到一种可怕的咙咙声 她吃惊地转过身 看到一个巨大的雪团 正飞快地向它滚过来 雪团夹带着连根拔起的大树 冲毁了路上的一切东西 动物们好奇地跑出来观看 哦 太可怕了 这座山上的雪 好像都在往下滚动 吉敏明白 这时候 只有它的山洞里 是最安全的 吉敏一边跑 一边大声地向动物们吼叫 动物们看到熊 都害怕极了 它们用尽全力奔跑着 想要躲开这个可怕的庞然大墓 它们发现了吉敏的山洞 都赶紧躲了进去 这时 那些巨大的雪团 从它们身旁呼啸而过 小动物们明白了 是吉敏故意用吼声救了大家 它们激动地拥抱它 亲吻它 向它表示感谢 有些小动物甚至围着它 追逐打闹 这时 吉敏悄悄地对自己说 不知道明天 它们还需不需要我 我很强重 可以保护它们哟 晚上小动物们都睡着了 它们发出呼呼的呼噜声 轻轻浅浅的呼吸声 细细碎碎的翻山声 听着这些 吉敏笑了 它的山洞里 从来没有这么热闹过 吉敏感到心里的那个破洞 也被填满了 它决定叫这些小动物为 小朋友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 又为你们讲完了 这本绘本故事告诉我们 如果想要填满那个心里的大洞 就要 学会爱 学会给予别人爱 也要学会 接受别人的爱和照顾 所以 我们只有用爱 才能够填满 那黑黑的大洞哦 希望当你们心里有洞的时候 也能够感到自己很孤单 很落寞 感到非常难过的时候 可以大声地 跟你周边的朋友和家人 告诉他们 你需要他们 你爱他们 也需要他们 给予你温暖和爱 好了小朋友们 我们今天的绘本故事 就为你们讲完了 明天的故事再见